今年是中國首次載人飛行任務成功20周年 從2003年的10月15號 中國航天員楊立偉 搭乘著神舟五號飛船首次進入到太空 到今天 過去的20年間 中國空間站已經建成 中國開啟了空間站常態化運營的新階段 我奉命執行 手持載人飛船 飛行任務準備完畢 待命出征 2003年10月15號北京時間9點 楊立偉搭乘由長征二號F火箭運載的 神舟五號飛船奔赴浩瀚太空 20年來 中國航天事業取得最大發展 中國載人航天從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 從太空漫步到交匯對接 目前中國載人月球探測工程 登月階段任務已啟動實施 計劃在2030年前 實現中國人首次登陸月球 載人登月它一定不是最終的一個目標 那麼它可能真的是作為一個中轉站 那麼將來可能會更深遠的太空去探索 那這也是我們去搞載人航天 利用那種資源為人類服務的一個目的 聶海勝是中國首批航天員 迄今為止 他已圓滿完成神舟六號、神舟十號、神舟十二號三次飛行任務 他的三次飛天之路也見證了中國載人航天的發展之路 我感覺的就是咱們中國的戰役航天 在每一步走的都非常的穩當 首批航天員做了一些開創性的貢獻 二批航天員現在是永挑大量 三批航天員就是接續的已經開始飛行了 四批航天員正在選吧 按計劃神舟十七號本月將從九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 對接核心艙前向端口 形成三艙三船組合體 繼續開展空間科學實驗和技術實驗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二跑 一點